國際巨星小S出席時尚品牌活動 作為代言人的她 對這次品牌與世代運合作 推出時尚與運動結合的作品 相當喜愛 她在活動上 也聊起與老公的運動習慣 最喜歡跟她一起走路 然後走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我一定要走右邊 因為我如果走左邊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在飄 可是她有時候超越我 然後這邊又很窄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再這樣超越她 然後走到她這邊 然後一邊靜走的時候 她就會一邊跟我聊天 然後我都會很喘地回答她 但是最甜蜜的一刻還是 就走到馬路那邊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停紅綠燈 她就會說 Baby就把我這樣拉後來 我說幹嘛 她說不要離馬路的邊邊太近 萬一有些車轉彎轉太近的話 很危險 然後過馬路 她一定會牽著我的手 然後有時候她走前面 然後我在後面看著她 穿那個黑色運動服 然後現在身材變那麼好 我都覺得 天啊 我好像在跟紙槍去牽手 小S分享與老公的甜蜜互動 讓人聽了幸福感十足 偶爾觸摸在街頭運動的她 竟也絲毫不怕被民眾認出來 其實我個人是滿喜歡被偷拍的 因為 真的嗎 對啊 就是如果拍到漂亮的照片的話 還滿值得炫耀的 面對被偷拍 小S顯得大方自在 而提到近日沸沸揚揚的 姚圓浩網心靈私密照風波 小S被問到時的這個反應 也讓人笑翻啦 你這個我送你一個 我個人是覺得自拍完全沒問題 但是跟男友的話 盡量不要拍太親密的照片 像我跟我老公都是 即使我們已經結婚這麼多年了 然後如果我們拍照 稍微有一點點 就比如說 好像他覺得我漏太多 好像接近乳酷 他都會說刪掉 刪掉 我就說還好吧 我們自己看 他說萬一不小心手機掉了呢 所以我老公比我更小心 他都是不只我們兩個 拍過度親密的照片 貪切老公的謹慎與貼心 小S的幸福指數再度攀升 事業與家庭兩得一的他 簡直就是最值得被羡慕的代表啦 完全娛樂 王家常珍喜兵采訪報導